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呢? 这么说吧,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都是难以想象的 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一首千古名篇短歌行,却是在横朔赴诗时杀了一个人,让这首诗蒙上了血腥气 曹操的品行也备受后世之人诟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还得从小说《三国演义》第48回,艳长将曹操赴诗所战传北军用武来说起 建安十三年赤壁大战前夕,一个美丽的静谧的夜晚,曹操巡视了自己的水寨 当晚是天气晴明,屏风静浪,又见四野开阔,昊跃当空,将如宿炼 曹操坐大,在大船之上,左右试遇者数百人,接近衣袖袄,合歌执己 于是心中大喜,命令至酒射漏,曹操喜得繁花似锦,这是有原因的 不论是以往的赫赫功勋,还是当前局势战略战术上的准备,都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去自信去畅想 大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万丈豪情 东吴远老级的大将,黄盖御将,产则献来投降书,这都是难得的好消息 东吴敌营中,秘密的安插了自己的间谍菜中菜河 不断的通风报信,熟知敌方的一举一动,铁链锁船又解决了让他头疼的士兵,不惯水战的弱点 为浩浩荡荡的大军压境,去除了障碍,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妥当 丰功伟绩,简直触手可及 曹操爱美女,眼前又飘舞着二乔英歌艳舞时的一妹,近在眼前的红袖天香,更让他精神倍爽 曹操徜徉在我见青山多舞妹,青山见我一如是的美好境界中,此情此景令曹操甚有慷慨 施九临江,急性横朔,富士一首短歌行,纵情欢歌,文臣武将随声唱和,共皆欢笑,激发了空前的壮志豪情 正在大家一团喜气之时,可偏偏就有一个人跑出来泼冷水,此人正是扬州刺史刘富 他对曹操说,丞相,只此欢乐时刻,林诗中却说月明星熙,乌雀南飞,绕树三杂,无之可一 这不吉利,曹操瞬间大怒,汝安敢败无星,手起一朔,刺死刘富 众人大为惊骇,酒宴不欢而散 第二天早上,曹操酒醒之后,李志也回复了,猛然感到切服之痛 曹操对刘富的儿子哭泣着表示,是自己昨晚因醉酒误伤了他父亲,自己后悔得不得了 岁下令以三公之礼,后葬刘富,后世之人对此事的评价大多为 曹操喜怒难测,心狠手辣,还为我独尊,反复无常 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残暴虚伪的权术家 曹操此人雅号读书文集,虽在君旅,手不是卷 史书记载,曹操玉君三十年,登高必富,急造新师,被支管贤,皆成乐章 照这么说,曹操一生,做事不少 为何单单在做此事时,顺手就戳死一个人 而且被杀的,这个扬州刺史刘富 立学校,逛屯田,兴志教,就是曹操 多力功绩,曹操和他私下关系也不错 更何况,短歌行这首诗,明明就是讲曹操爱惜人才 苛求人才的,却因为一句话,虚语之间戳死了一个人才 你说讽刺不讽刺,刘富的死很蹊跷 曹操真的就这么残暴,这么虚伪吗 其实此事并没有这么简单 曹操设得什么宴呢 《三国演义》第48回中,在写曹操横朔腐诗故事时 有这样一段情节是说,徐树洞察了曹操中了庞统的连环记 预知到曹操大军将败于大火 主动向曹操请迎,评判梁州寒碎马腾的谋反 因此得以避祸离开 如此说来,是曹操上了徐树的当 按理说,曹操一向疑心很重,也就是警觉性很高 以曹操的聪明,怎会对徐树久久不献一击 却突然自告奋勇,要兴夜赶往,散官把守爱口 丝毫不起疑心,或许曹操认为,你徐树走就走吧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来了也没用 虽然是我,慌害了你老娘,你一直既恨我 但我曹操,也要让文武群臣看看 即使仇人,只要愿意为我效命,我还是会好好用的 曹操要维持,他惜财爱财的美名 况且,徐树走了,对这场大战的结局并没有影响 也免得有人说他吃干饭不出力 曹操白酒赦乐,大雁文武,原因有三 一是为挽回影响,稳定军心 徐树在借故离开之前,已经在全军散布了谣言 说寒遂,马腾已杀奔许都 许都可是曹操和文臣武将的老巢 父母老婆孩子都在那里 马腾又是什么人 那可是虎后徐楚都占他不败的一流汉将 连曹操都大惊,众人难道不恐慌 所以曹操认为很有必要举办一场宴会 安抚一下广大官兵,稳定一下军心 二是为锦上添花,五五士气 但凡打仗,全军的士气很重要 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兵逼东吴 各项准备工作都进展得很顺利 丰功伟绩,指日可待 手下的文臣武将也都辛苦了 正如曹操所说,收服江南之后 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 以乐太平,为了锦上添花和鼓舞士气 很有必要 三是为了抒发爱才之志 传名东吴 曹操纵有很多过失 但是他惜财爱财,礼贤下事 这却是真的 因为曹操那种身份 他根本用不着装 纵观三国诸侯人物 除了曹操 有哪个会光着脚跑出去迎接投奔他的许优呢 又有哪个会像他对待关羽那样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始终毕恭毕敬呢 所以曹操是真爱财 曹操看到东吴群贤聚集 也是渴求他们 曹操要在大战爆发前 彻底表明自己 惜财爱财的志向 期望东吴贤士 能够名大义 实大体 归顺自己 尽快完成国家统一 还人民一个太平国家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 曹操举办这场盛大的宴会 很有必要 如果你认为是曹操为及时行论 那真是小看他了 曹操在宴会当晚 先以酒店将 又满眼三绝 不禁诗星大发 即兴吟唱了千古名篇 短歌行 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横朔副诗 我们先从字面上翻译一下这首诗 一边喝酒 一边高歌 人生短促 日月如梭 好比陈鹿 转瞬即逝 失去的时日 实在太多 习上歌声 激昂慷慷 忧郁长久填满心窝 靠什么来排解幽闷 唯有狂饮方可解脱 那穿着清岭的雪子 你们令我朝夕思暮 只是因为您的缘故 让我沉痛吟诵至今 阳光下 路群悠悠欢明 悠然自得 肯实在绿坡 一旦四方闲才 光临射下 我将奏色吹声宴请嘉宾 当空悬挂的号月 什么时候才可以识到 我久居于怀的忧愤 突然喷涌而出 汇城长河 远方宾客 踏着田间小路 一个个去驾前来探望我 彼此久别重逢 谈心艳艳 争着将往日的情谊诉说 月光明亮 星光稀疏 一群寻朝乌雀 向南飞去 绕树飞了三周 却没脸吃 哪里才有他们欺身之所 高山不辞土石 才见巍峨 大海浮起捐流 才见壮阔 我愿如周公一般 礼贤下世 愿天下的英杰 真心归顺于我 曹操是一个 伟大的战阵诗人 他副诗都是大有深意的 从字面上来理解这首诗 曹操处处抒发着 他对人才的重视和渴望 曹操在即兴副诗时 呼闻鸭声望南飞鸣而去 乌鸦乃不祥之物 人所共知 所以曹操是有所警觉的 曹问曰 死鸦缘和叶鸣 曹操是故意这么问的 如果众人并不感到丧气的话 他也就放心了 毕竟曹操在意的是官兵士气 曹操身边的文武大臣 多聪明 都急忙说 丞相 您看 月亮光辉普照 使乌鸦乌认为 这是白天 因而非明 就差点一口同声的说 我们都喜欢 看乌鸦飞了 曹操心领神会 时急而下 放声大笑 遂引出月明星夕 乌却难飞 绕数三杂 何止可疑 也算是自我解嘲 掩饰过去了 曹操引出此句 是比喻手法 更深层的意思 表达是 各路人才 不要三心二意 要善于择之条而妻 赶紧到我这边来吧 清人沈德 潜在 古诗园中说 月明星夕四句 狱克子 无所依托 实际上 这是指那些 犹豫不定的人才 在当时的诸侯歌剧局面下 一时无所适从 用何止可疑的情景 来启发他们 这充分表明了曹操呼唤人才 争取人才的姿态 因此 这是一句 有积极意义的好诗 曹操引诗 正在兴头上 可偏偏就有一个不懂诗 且不识趣的家伙 出来泼冷水 败坏了性质 这人正是扬州刺史刘富 要论忠心和善良 刘富自然没得说 错就错在他不懂诗 更不识实物 三国演义小说 第四十八回在 忽作坚一人禁约 大军相当之计 将士用命之时 丞相何故出此不及之言 当众多文武都非常陶醉的 在听曹丞相吟诗 这句话 犹如一个晴天霹雳 语经四座 曹操一听 估计瞬间 有一万匹草泥马 在全身上下奔腾 这他娘的谁 怎么如此败惜 曹是知 乃扬州刺史 佩国向人 姓刘 名副 要说这个刘富 确实是不识实物 曹操饮酒颇多 已有醉意 况且他正在兴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 提出任何批评或建议 实际上并不合适 再者 在座那么多人 资历比你深的 职位比你高的 脑子比你聪明的 多了去了 偏偏要轮到你刘富 来表现自己 三者 曹操手里握着大朔呢 在酒醉的情况下 边吟诗边挥舞 很容易失控伤人 别人都巴布的 有多远躲多远 偏偏你刘富望 朔口上撞 你就没一点顾虑 当下曹横说问约 无言有何不及 曹操用长说 指着刘富问话 其实前台词是说 你小子也不看看场合 老子警告你 可莫瞎说 曹操这是在 给他挽回的机会 如果刘富脑子 灵光一点的话 他可以借泼下驴 知趣的说 丞相 什么不吉祥 我喝多了 洋装大醉 顺势往地上一倒 顶多引起大家伙的 哄堂大笑 也算是给这场宴会 平添了一点乐趣 自己也可以躲过一劫 但是 于直的刘富 显然没有领会 主子曹操的暗示 反而觉得 是受到了鼓励 认为表现 自己的机会来了 你看 我多聪明 你们都没看出问题吧 刘富 这是说的无家可归 等同于丧家之犬 而丧家之犬 在中国文学中 就常常用来形容人 落魄失事和失利逃跑 如吉吉如丧家之犬 匆匆如漏网之鱼等 这不是典型的乌鸦嘴吗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 曹操如果不阻止 刘富的话 谁知道这小子 会接着怎么说 岂不是把自己鼓舞士气 重视人才的本意 越描越黑 弄得大家心绪不安 如果广大官兵 都默认了刘富的话 军心散了 那还打什么仗 曹操作为三军统帅 率领数十万大军 在外作战 军心是第一位的 官渡大战时 他缺梁 为了稳定军心 杀了管梁官 如今这个刘富 居然说出 此不及之言 也这样霍乱人心的话来 为了再次稳定军心 我杀了你刘富 有何不可 于是曹操几乎是本能反应 将手中立朔 顺手一出 公元208年 扬州刺史刘富足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平心而论 如果站在曹操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在当时的情境下 曹操的这一说必须得出 刘富的死是一个悲剧 这也提醒我们 光凭忠诚和勇气做事 这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有智慧 分清场合 善于判断时机和后果 否则吃亏的永远是自己 说曹操残忍也对 曹操毕竟是人 不是神 他有情绪反应 他也有喜怒无常 试问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又有哪个没有缺陷 纵观中国历史 杀百为匪 图万为雄 杀的百万人 方为雄中雄 又有哪个历史流明的大英雄 无视杀人的恶魔 所以在曹操附施 杀人这件事上 我们就不必过分指责曹操了吧 何况曹操为他的这次杀人 还是付出了代价的 因为事隔两天 曹操在水军中央大战船上 观看训练 心中以为必胜 接连赞叹铁索连舟 果然渡江如履平地 成语不得不提出警告 万一对方用火攻 实在难以回避 曹操大笑 说他虽有远虑 却没有想到十戒隆东 但有西风北风 哪里有东风南风 周瑜用火攻 岂不是烧他自己 成语还是不放心 准备再次劝戒 旁边的同僚 连忙拉住他的手 成语 你是不是傻 想想刘富是怎么死的 成语于是不敢再说话 这是刘富唐突 冒犯致死的后遗症 朱将领拜服赞叹 丞相高见 我们远不及您 曹操也甚为得意 但是后来火烧连环传 曹操大军死伤不计其数 曹操也落得狼狈逃命 说句题外话 三国演义小说 重点写了曹操的赤壁败的故事 为了小说剧情需要 也可以安排了曹操横朔赴诗 顺手杀人这一剧情 但正史中并没有这种记载 如果您要看大戏 那就看小说 如果您要了解历史 那还是读史书吧 请不吝点赞 poorly